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起源于中国的一项水上运动 它呢是一项民间活动 也是一个传统节日的习俗 有诗云 轩江雷谷林甲洞 三十六龙弦浪飞 请问这是哪项运动呢 我感觉它的名字已经呼之欲出了 龙舟 没错 龙舟进度啊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如今已经发展成一项国际级的体育竞技项目 光是2023年就有杭州亚运会 龙舟市井赛 龙舟世界杯等一系列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2023年龙舟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在卢森堡举行了首届国际龙舟节 吸引了三千多名观众十一支龙舟队 在加拿大呢 举行了第三十五届多伦多国际龙舟节 你知道吗 八万多名观众观赛呀 一百二十多支龙舟队齐聚安大略狐之上 而这样的盛况呢 也在向尼泊尔丹麦这样的国家上演 到底起源于中国的龙舟 是如何滑向世界风靡全球的呢 我们从短片开始看 我是夏运建中国龙舟协会宣传与特工委员会主任 这里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龙舟的决赛现场 来自亚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293米云元 参与到六个项目的决策中 中国队收获了如今一赢的历届 亚运会最好成绩 我是欧洲龙舟联合会主席 克劳迪奥西尔米 龙舟境渡起源于东方 到如今也是风雨欧洲的运动了 2023年9月 欧洲龙舟俱乐部锦标赛 在意大利的拉曼娜胜利 来自18个国家的80支龙舟队伍 在水上角逐 上青龙龙舟爱好者对成年观赛 我自己也在现场进去 感受到了龙舟进度的魅力 在全国各地 有各种各样的龙舟样式与玩法 在屈原的故乡 由于先秦古首时期 流传下来的燕外龙舟 它的形象是 额首 幻生 燕尾 在温州龙舟文化播副馆里 成年一条既是龙舟又是彩登的首饰龙 在古时候通常作为元宵巡游的投船 祈求平安与丰收 在广东有一个特别的叠叫 龙舟飘移赛 各种软延曲折的赛道和折函点 搭配队员极限飘移 在2023年成功吸引了两亿网民的关注 还有刀天龙舟 冰山龙舟 夜赛龙舟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龙舟文化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 近期年龙舟作为中华文化 推广到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之一 还与不同国家文化结合出了新的特点 1980年的中秋节 龙舟与其他中国民族文化一起 首次在伦敦泰晤士河上亮相 给观众和媒体留下了难以活灭的印象 龙舟比赛从此在欧洲流行起来 如今的欧洲龙舟联合会 已经集结了25个成员 200余个活跃俱乐部 和14000多职业讲手 还有数十万年 享受着龙舟进度带来的速度和机器 我是迈克哈斯拉姆 国际龙舟联合会的创始 2023年第16届世界龙舟锦标赛 在泰国巴提亚举行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2987名组员 参加了351场比赛 我从事龙舟运动的相关工作已有40多年了 回想在岳阳举办的首届世界龙舟锦标赛 当时只有八个项目 而如今国际龙舟联合会 可以扩展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汇聚5000多万龙舟爱好者 共同分享他们的文化 建立深厚的勇意 能为这项内涵丰富的一种做出贡献 我感到非常适合 龙舟邻居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丰厚的民修精神 它包含了曲言的故事 龙的象征 还有美食节日等文化 是传统民俗与体育竞技相融合的文化盛宴 成为了全球共享的喜悦与机器 场上有请故事主人公登场 共赴和美之约 有请中国龙舟协会宣传 与帝广委员会主任夏明健先生 欧洲龙舟联合会主席 克劳迪奥·谢尔鲁先生 国际龙舟联合会创始人 麦克·哈斯拉姆先生 掌声欢迎三位 我们看到现在在夏先生身旁呢 有两艘龙舟的模型 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两艘模型 它们有什么特点吗 龙舟的发生到今天 它分为现代龙舟和传统龙舟 这两个模型就是反映出了 现在世界统一的标准的 二十二龙舟和我们中国的传统舟 标准舟跟传统舟的最大的区别 这个是国际时空的标准 它的舟长12.48米 宽1.14米 总重量是不超过280公斤 骨手在我们的船的前面 舵手在船的船围 传统龙舟呢 每一个地域区域不一样 人寿也不一样 一般是30多人 它的舵呢 也是在船围 但是它的骨在船的中间 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龙舟净渡 这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一项 民间体运动了 五月初五是端阳 龙舟净渡喜洋阳 这水上集体项目很多 有平滑艇 赛艇 龙舟 麦克先生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它们的区别吗 所以我们有中国的龙舟 中国的船 南美国的船 和南海的河满河 都参与其εις 然后都参与众的 这就是重要的事 它是社会的社会 我们的最好游戏 正如今年的奥运 我们都在2010年 但迷迫我们不赢了赶紧 我们曾经负负 一些人我非常老的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 是最重要的 和最重要的 我们开始工作 在1995年 我们比较第一次 我是在中国的世界军军 以太利是英国最强的队伍 我们现在隆州运动在推广过程中 我们还保留了披红点睛 那在外国也披红点睛吗 也披红点睛 这也让我们对隆州文化更加充满好奇了 来 各位请往舞台上看 一艘标准龙州就在场上了 我们再一步前去观看吧 大家好 我是广东盛德乐崇龙州基督部冯博敬教练 欢迎冯教练 您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这艘龙州好不好 这也是一条我们平常比赛赛场上通用的 一个标准龙 跟模型二十二元龙是一样的 只是这一条是十二元小龙州 一样有骨手和舵手 它长度是9米 宽度是1.15米 深度是53公分 它的总重量是210kg 那冯教练 今天能不能带我们现场体验一下 这龙州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披红点睛仪式 头带打红花 真喜剧 西红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是点睛了 一点眼睛 空调宿舍 活泰平安 二点天庭 疑心高照 红韵当头 三点鼻子 和学幸福 万家平安 四点口力 四点口力 笑口常开 大吉大利 祝你健康 健康 幸福 好 好 现在我们就是六人一条心 我们是不是要配合一下 拿上船甲 鼓声三下 红旗开 两龙月出 五水来 两龙月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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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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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 华龙洲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加油的口号吗 我们说 一旦 一旦 三牛仔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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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好 六名 一个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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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winner 这感觉太好了 虽然语言不同 国度不同 但是我们用着相同的龙舟文化 让大家连接在来一起 也共同喊出了不同语言 但是共同的心声 那就是加油 同舟共进向前进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用掌声迎接 我的艺术家带来的精神表演 一点天庭 高照吉星 二点眼睛 一路光明 三点铁角 威震山河 四点议论 杨帆啟航 第二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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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中国农学会将出建中国农舟博物馆和农舟交流中心 非常欢迎全球的农舟博物馆来到中国来提炼更多的农舟文化和农舟比赛的形式 My biggest wish is to continue to develop dragonboat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take with us tradi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China so that everybody in the world knows about dragonboating and where it came from and what it represents The dream and the vision of the dream and the vision of all dragonboaters is to see the dragonboats sport one day at the Olympic Games As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ragonboats federation It will be my commitment to work together with our 90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dragonboats federation To work to make this dream come true 我们衷心地希望龙舟可以将快乐团结友谊滑入更多人的心里 也让龙舟尽度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世界之美 何而不同 每美与共 由五良夜 独家冠名播出 世界之美 何而不同 中国的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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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tion 三星红旗培着艾自轻 我心有大风景 一气红旗 美美与共由武良宴独家冠名播出 世界之美和而不同 武良宴让您一起举杯大国农乡 共赴和美未来 比利时欢迎你 比利时欢迎你 意大利欢迎你 英国欢迎你 马达加斯加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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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庭